大家好,欢迎观看厨板社 今天做个非常简单的凉拌菜 食材准备了这些 黄瓜表皮用粗盐搓洗 小白菜最好选嫩的,细一点的 彩椒是用来配色的,还有一点蒜末 先切菜 切菜攥据大部分时间 切完就直接一半,完事 黄瓜不一切太小,内里很脆落 最好每片都带皮 这种不好的直接塞嘴里 然后切片 一个黄瓜量也不少,就做一个吧 小白菜切断 我们做菜没有中餐那么多元化 这个小白菜不是凉拌,就是做汤 有好吃的做法也可以给我留言 让我也学习一下 切好的菜直接放到大碗里 切彩椒 彩椒营养成分很高 而且也不辣,宝宝也可以吃 但是呢,没有就可以不用放 这个可以省略的 切好的菜都放到一起 半勺盐 半勺糖 一勺半辣椒粉 一点点酱油 这个只是芥味,放一点点 醋根据自己的口味加 再撒一把芝麻 最后来一点蒜末 搅拌就可以了 凉拌都是差不多这些调味料 你可以换成金针菇啊,干豆皮啊 这些拌,都很好吃 开始还是有点硬,不太好拌 多拌几下就软了 但是不要太用力 怎么样,看着是不是很有食欲 醋的味道很快就飘上来 都开始流口水了 吃肉的时候吃点很解腻的 凉拌菜装盘的时候呢 要高高的才好看 好了 我先尝一口 三种菜夹在一起 我要一口吃掉 很脆 酸酸甜甜 很下饭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看完记得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